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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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方面 这一次我们视撞运目前已经累计报名超过万人 从而在上一届就开始跟台北市发动要举行世界撞连运动会 那今天要推出我们的吉祥物壮宝 因为离我们比赛时间只剩下短短的营养 那壮宝其实就是一个吉祥物代表两次合作 也代表这一次在比赛过程的当中代表的是什么的意义 不但是我们要团结 要冷静 要有信心 更重要充满了热情跟活泼的力量 所以借着吉祥物的发表 希望大家能够永远报名 而在网路中文真名活动过程中出现不少有趣名称 其中更有网友提出谐音梗阿姆斯撞 让蒋万安与侯友宜大战超有创意 其实有很多网友都有提议 然后也有很多建议 的确有些蛮有创意 比如说我觉得再过几天就是母亲节 其实可以叫阿姆斯撞 阿姆斯撞也蛮有意思 蛮有创意 那侯市长呢 阿姆斯撞是最大的 撞 这个最撞 能够参加四庄运都是一个身体非常棒 健康 又有一个喜悦的心情 所以身心灵一定最强壮 除了可爱的吉祥物壮宝 或金氏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最年长羽球选手 高龄103岁的林友茂也出席记者会 已经报名四庄运羽球项目的林友茂 更在现场示范揭发羽球的正确知识 号召大家一起来报名参赛 希望各位多多参加运动 因为人类健康产兽 运动第一 第二 这个多唱歌 多跳舞 这个都是健康运动的 所以我要希望在座努力一点 参加国主运动 能够有一天打破林友茂 103岁的记录好不好 好 好 2025双北四庄运共有35项运动项目 只要连满30岁即可报名 除了个人赛也可以组队报名 预估将有超过114个国家 将近4万名选手教练及家人来台 6月17号前报名还可享有七折优惠 欢迎国内外热爱运动的民众 一起来报名参赛挑战自我 记者张继潭台北报导 芒果凉面香甜奶酪 独特香气料理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这是获得多项厨艺奖的有心冤的作品 选用台南顶级爱文芒果入菜 推广台湾食材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北上到百货行销台南芒果 即日起可以预购直送日本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台南市最强的微风广场 微风百货 微风超市 一起来为我们台南最优质的玉井芒果来站台 那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我们在东京食品展的时候 就有深深的感到一种氛围 就是日本的消费者跟日本的好朋友 他们对于台湾的芒果尤其是台南的芒果 非常非常有好的印象 而且是非常喜爱的 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这个 就是跟他们交流的时候 那谈到要送这个芒果 其实他们眼睛都非常亮 那所以说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借着我们联星合作社 它所生产出来的最优质的台南芒果 能够透过我们最强的通路 微风超市 微风集团 能够送到最好的朋友 日本的好朋友这个手中 因此呢 现在开始开麦 开吹 那但是我们希望说 接下来日本的消费者 反应就非常非常热烈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最好的芒果 能够送出去 那因此呢我想各位好朋友 现在优惠价应该是蛮不错的 而且还有送这个果干 所以要买要快 要送要快 那这个香要插在前面 这个礼要送在前面 所以把这个时候最优质的芒果礼 送给最好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微风超市 我们引进了欧美日最精致的商品 跟我们消费者的选用喜好 那每年也跟我们日本的各县市政府 合作日本的物产展 然后引进日本精致的食品 也促成了我们台日友谊交流的一个平台 那正当我们台南的芒果风靡日本之际 我们微风引进 这个最顶级的 也是精品中的精品 顶级中的精品 我们台南的玉井 爱文顶级的芒果礼盒 跟我们那个消费者 在微风超市 还有Brice Online 预购能够持送日本 让日本的亲友能够品尝到 第一名的精品芒果 非常的棒 那也很荣幸的 我们跟这个 获得我们永续善农奖的小农 认证的小农合作 也证明了就是把最顶级的芒果 提供给我们消费者 也落实我们微风支持 永续农业的一个企业精神 新果生产福射社 自从成立以来 一直在推广安全优质的芒果 那么我们在我们这个 植物医师的那个 那个评管之下呢 我们也通过了产销履律的plus 我们也通过了国际验证 GGAP的国际验证 那么当然我们也是外销日本的公口园 我们也外销到日本 在日本也生活好一点 那么我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跟我们这个微风来合作 那么把我们台南的最好的芒果 通过呢通过微风的这个预购的管道呢 不管是通过电话或者是网路订购 或者到微风来逛高市的现场订购呢 都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它我们的 台南的芒果送到日本的客户的手上 我相信我们台南芒果独有的那个香气跟口味呢 一定能够得到日本消费者的喜爱 那在这边我们也要 这个我们年轻也会不断的努力 坚持我们安全优质的芒果 那么来做这个稳定的供货呢 来满足日本跟台湾的需求 跨境直送的方式 让更多国际人士享受台南优质水果 为台南农民带来更广阔的市场 黄伟哲也自豪台南水果的品质 展示台湾优质水果魅力 我们在日本韩国 还有这一次去年开始开拓的新加坡市场 我本来以为说在新加坡 因为它是热带国家 而且它旁边马来西亚印尼 很多热带的水果都很多 但是想不到新加坡的消费者 因为台南的这个国品是非常好的 像以我们春季低季的这个凤梨 我们在新加坡得到很好的好评 那现在芒果在新加坡 已经东南亚市场都不错 那接下来我们上个前两天才刚有 第一贵的这个凤梨送到纽西兰 是纽西兰开放台湾的凤梨送到纽西兰之后的 第一贵就在台南的凤梨 那接下来下个礼拜有第一贵的这个凤梨要送到澳洲 所以纽澳东南亚都很接受度很高 因此呢我想是我们是乐观的看待这个未来的市场 但是传统最好的 因为日本跟韩国都是高端市场 他们的消费者对于高价高端高品质的台湾芒果 接受度非常高 所以我们透过最好的微风广场 他们的这个通路已经非常成熟 那能够把好的水果送给好的朋友 那是最好的事 顶级艾文芒果礼盒 选用第二届永续山农奖认证供应的高品质芒果 且预购前100名还送限量芒果干 期许扩大台湾水果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台南首选 记者温云郡台北报道 用流利英文处理订房业务 有四个子女的刘小姐 曾经做过订房网站管家 拥有多项技能 但婚后面对工作与家庭冲突时 她选择以家庭为重 因此只能做兼职工作 目前每个月一到两万元的收入 只能靠省吃检用度日 因为我25岁就已经进入婚姻了 所以说在很多不得已的状况之下 我还是选择回归家庭 照顾自己的小孩 当然进进出出服务业很多年之后 我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雇主 那她在我的社区里面做了一个民宿业的工作 那我很幸运因为念大学 所以英文还可以可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也是我人生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想念 那做了五年之后因为疫情结束 所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在离开这个工作之后 又去学了美容 考上了美容师 但是还是因为某些因素 我又回归到服务业 现在在服务业有兼几份工 我自己是蛮尊重雇主的 我觉得只要我自己不能配合 或是我觉得因为只要有家庭因素 我就会选择离开职场 那当然现在很多年轻女性可能会因为 为了保住工作会做很多自我牺牲 可是我还是会觉得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因为毕竟工作是可以取代的 56岁的黄小姐 担任社区总干事一职 十多年前离婚成为单亲妈妈 带着三个小孩选择担任房仲 就算蜡烛两头烧也努力撑过来 我大概是在接近40岁的时候 因为先生其实在婚姻当中呢 所有的经济压力也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呢 在他外遇的时候呢 我们就跟三个孩子商量 就毅然决然的离婚了 我的工作一定是要时间弹性的 我可以事业跟家庭兼顾 所以我们在这种状况下呢 我们一定是找这种时间弹性啊 然后可以随时小孩子有什么状况的时候 又可以马上支援的这样子的工作 所以呢 我到了台北之后 我就找了一个那个防众的工作 那个蜡烛两头烧 因为你你必须顾及你的工作 你必须要赚钱 然后又必须照照顾小孩子 有的时候在小孩子生病啊 或是那个就是有一些学校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非常特别的辛苦 因为孩子一生病呢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收入的方面 对 因为我必须拨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 所以我就在 我就在我的工作的时间 赚钱的这一方面呢 就必须取舍 小孩一岁多的米林 在半年育婴假即将结束前 被准公托放鸽子 米林只能临时向公司 申请延长育婴假 在延长育婴假期间 幸运排到准公托 也顺利重返职场 之前其实是 就是想说育婴留停完之后 然后就是要让他去上课 就是要去找准公托 然后那时候就是半年请完之后 他就说 就是他那间准公托说 他还有就是名额 然后等到我快要回来职场上班的时候 就是再打电话去确认 他才跟我说 你可能要再等个五六个月半年以后 才有可能有名额 反正我就是被放鸽子 那还好就是公司还愿意 就是让我再继续请个半年 其实那时候对就是要延长的时候 跟主管讲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很怕会不会影响到 就是同事的工作或是什么样的 那还好就是我们这边的主管 就蛮体谅的 就是有让我就是好 你就是继续请 请到你有让他可以去上课之后 你就再回来上班 因为之前有听说就是 就是预婴假会变成可能比较 可以请个单独一天两天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真的可以实行的话 对我们来说其实是比较有帮助的 因为我们 因为现在都是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 孕应假才会就是才会被准许 那现在可能如果可以一天两天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友善一点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已婚上班族女性认为 台湾职场环境 对于女性的友善程度非常低 以1到10分评分 平均只有4.4分 更有5成3因为怀孕生子 受到来自主管或同事的不友善对待 女性上班族更认为 一旦站立职场 想要重返职业生涯的难度 为6.4分 那根据我们这次调查发现 其实台湾的职业妇 对于台湾的职场环境 好像不太满意 他们认为台湾的职业职场友善程度 10分只有4.4分 那更有54.7%的妇女投下了5分以下的低分 那当中有5成3的人表示说 曾经因为怀孕生子遭到了公司的刁难 那他们认为呢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在职场上感觉到最大的压力来源 可能包含像是临时请假 可能会被为难 或者是呢 他担心生完小孩之后 没有办法重返工作岗位 或者是同事主管的态度不太友善 影响到他的考基啊 或者是他觉得可能未来的发展性 可能会受到影响等等 那我们也询问了这些职业妇女 他们认为二度就业重返职场的困难度 大概有多少呢 那10分里面 他们平均给出了6.4分的高分 那当中哦 甚至有8%的人认为说 重返职场的几率几乎是零 那根据了国发会的数据 其实也显示哦 在2022年呢 台湾有33万的职业妇女退出职场 就是为了要照顾老人跟小孩 那其中为了照顾12岁以下孩子的比例呢 大概有22万人 可是反观男性哦 只有2000多人 所以可见这个比例悬殊是非常大的 那职业妇女 我们也询问了他们认为什么样的条件 他们会觉得是幸福职场呢 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当然是钱了 只要年终跟奖金有给到位 他们觉得这是幸福职场 那排名第二的呢 他们则认为哦 如果跟同事之间的相处融洽 会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职场氛围 其实近几年啦 因为职场缺工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觉得现在企业呢 在对待女性重返职场的态度 可能也会更加友善 那再加上近年来 其实蛮倡导男女平权 或者甚至ESG等等的 那如果让你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加幸福 其实是可以留住更多员工的 所以很多企业可能也在逐步调整 他们自己对于女性啊 请育婴假的态度 或者是对于女性友善职场的环境打造等等 其实近年来是有逐步在提升的 通常企业里面呢 可能会有比如说像HR 或者是一些行政体系的申诉管道 所以我们通常会建议 如果女性觉得自己在职场 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 可以先寻求公司内部的协助 那如果真的在公司内部 没有办法获得帮助的话 其实在劳动部啊 或是劳动局等等 都可以有一些申诉的管道 让女性来参考 人力银行公关经理曾仲威表示 其他国家女性劳参率 同样会因为照顾家庭而下降 但过几年会重回劳动市场 呈现双峰曲线 但台湾女性的劳参率 则呈现回不来的下滑趋势 可以看出台湾女性 在重返职场的二度就业路上 面临更大的挑战 记者李琦慧台北报道 好来 挖洞挖洞 中下的希望种子菜苗 等一下我们要浇水 一起浇水 是的 巡礼田园 戴起手套 种下菜苗 台北市长蒋完安 前台北市长黄大舟 在象山田园和志工小朋友们 一起享受田园城市的療愈成果 同时提前庆祝母亲节 合唱歌曲 并发放康乃欣 台北市政府推动田园城市多年 已建立700多处田园基地 遍布公园 校园 建筑物屋頂 及显置空地 象山公园基地呈现多元植栽方式 结合周边环境 建立兼具在地特色 及近陵永续等亮点的田园基地 首先要非常谢谢 我们大前辈黄大舟市长 今天特别新次来现场 因为田园城市的推动 也是由黄高高市长 他一开始发想 而且他非常重视台北市 整体城市的绿化 所以我们推动 这个田园城市 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遍布了台北市各个角落 总共有758处田园基地 而且总共可以每一年平均 固碳 绿固碳 达到6.8万公斤 那我们刚刚看到700多处田园基地 其实它什么概念 相当于29座的足球场 所以它遍布 不管是公园 学校 屋底 以及台北市很多的闲置空间 都看到地域傲然 很多我们台湾原生的职务 那今天大家来到的象山田园基地 就是种植搜索 我们更结合了食农教育 还有结合在地的地食文化 而且共同朝向联合国SDG 環境有趣的目标前进 我们这个田园基地呢 里面就是包含了 有蝸牛的菜园 然后也有水耕 就是包含太阳能 结合的水耕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个雨水的花园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种植一些水耕的 那么也有符合现在 我们知道是老年人的社会 越来越多的饮法族 所以我们也设置了一些 可以站着种菜的 不用一直弯腰蹲下来种菜 可以方便老年人 也可以来体验种菜的设施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田园城市 是在都市当中 找一些就是闲置的空间 除了闲置空间以外 也是可以随手 就是触手可及的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把它活化再利用这样子 然后种一些可食的作物 然后让一些饮法族 或者是全民族小朋友 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其实我们田园城市推行到现在 目前田园基地 大概有750几处 那面积已经到达了将近20万平方公尺 就是陈鲁刚市长说的 大概有29个足球场这么大 但是每一个田园基地 它都有它的特色在 那有很多都是由我们里长 跟志工一起来认养的 一个创新啦 这个是一个创新啦 感觉还不错啦 因为大家的认同感还蛮高的 这个公园其实它是一个 这个算是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的公园 因为它的背就是四座山 其实它的后面的生态资源很丰富啦 那这个公园最主要还是要 我感觉还是要朝向 有一些运动设施的公园 来往这方面可以再继续加强 基地由公园处及台北市西柳環境绿化基金会 共同打造 并由西柳团队带领职工任养 打造具有食农教育 景观油气 环境教育 生态保护及永续经营等 亮点的多元都会基地 好谢谢 记者张奇腾 旺君台北报道 乳癌防治如你所愿 与中华民国乳癌病友协会代表高呼口号 在母亲节前夕 立法人李燕秀 陈金辉及张家俊特别召开记者会 会政府下修乳癌筛减年龄到40岁 做好早期预防守护女性朋友的健康 110年的时候 每34分钟就有一名女性罹患乳癌 同时乳癌在十大女性癌症当中 也高趋女性癌症的第三位 那另外一个数据就是 111年总共有2834名女性 不幸因乳癌而离世 每天大概有7.7名女性死于乳癌 所以面对死神的禁逼 我们国家的政策 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调整 提供女性足够的保护 特别是乳癌医学会过去就指出 国内乳癌现在已经呈现M型化的发展 特别是乳癌近期在年轻族群 发生率最高率的癌症 耗发率其实都远高于欧美 我想这个数字或这样的说法 让外界非常惊讶 原来在台湾我们的乳癌的罹患年龄下降 还有包括我们罹患乳癌的年轻女性 也高于欧美 所以未来无论是调降 我们现在公费筛减的年龄也好 我觉得是有它的必要性 我们现在目前筛减的政策 只提供45岁以上 或40岁以上 让家庭有乳癌的病史 才有提供这样的公费筛减率 所以未来如何去调整 所以是我们今天开记者会 最主要的目的 本山市妇产科医生 及不应证专家的陈清辉 除了支持乳癌筛减年龄下修外 更进一步呼吁政府提供经费 补助民众因为医疗需求的动软作业 以因应越来越严重的烧子化问题 至少有30多个国家 已经透过政府的经费 来挨注民众因为医学理由 所衍生出来的动软支持措施 医学理由就包括 早发性的卵巢衰竭 家族遗传卵巢衰竭 以及很多年轻的癌症病友的生育保存 在去年 卫福部5月4号 其实有提出一个 动软补助可行性专案报告 有白纸黑字的跟国人说 参考各国政策 如果要补助可以优先评估 有医疗需求的动软 但是至今已经过了一年 何以政府都还没有启动评估 如果评估下来可行的话 至少明年编列预算 就可以尽速解决我国小子化的问题 也是晚婚生子的张家俊强调 近年乳癌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 因此他也赞成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同时支持因为医疗需求 而影响生育功能的病友 政府应该给予动软经费补助 我一直自以为年轻错过了动软的最佳时机 所以藏了很多的苦头 所以我在这里以我个人的经验 也呼吁所有女性 年轻女性能够及早来动软 那为了避免乳癌的治疗 错过生育的这个黄金时期 我极力主张经过医生评估 因为治疗而影响生育功能的年轻病友 政府应该提供动软相关的补助 增加病友更多的弹性 还有自主权 确保他们生育的平等权 三位都已经为了母的立委强调 健康是送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 为政府紧速落实乳癌筛减年龄下降到40岁 提供医疗性动软补助 及结合社区增加乳癌味教可净性 这三项政策倡议 更全面的照顾妇女同胞的健康 记者张琪辰 台北报导 出门绿交通 你我都轻松 每天骑趟单车 每月减碳5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车 每月减碳8公斤 每天搭一趟捷运 每月减碳10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斤 绑定悠悠卡 开始我的减碳存折 每天活结束 开始等下 再重新降下 再重新降下 又上鱿鱼路走走 现在先走 再重新降下 独呢 更新降下 也很累 不然 好 US 美食好环境 毛海好吃鸡 直球对决就在世心 直球对决就在世心 校园真才博览会 5月8号在世心大学校内登场 今年总计有16种产业类别 74家企业进驻 世心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近年来世心大学在软硬体设备 师资等各方面做了很大的投资 就是要提升学生的竞争力 让学生能很快地进入职场 顺利发挥专业才能 我们每一年 其实几家的摊位里面 大概有很大的比例 都是媒体 像这一次来有东升 有TVBS 有联合报 当然还有中家 那当然还有很多的 有线电视的朋友都进来 那么不管是平面也好 电子也好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新媒体也好 我都觉得让这些企业体 尤其是媒体的人能够进到我们的学校校园里面来 让学生可以直接跟你接触 我们学校大概一万两千人 但是大概七八千人是传播学院的 那可以想见这个这么大的比例 那这也是全世界大概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个学校全部都是以传播学院为主的 一个有特色的大学 那有特色呢 当然也是我们这几年来非常大的投资 包括我们的硬体设备 空间设备 软体设备 甚至师资课程等等 这些呢都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年非常非常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努力 能够把它划在我们的学生的身上 让他们更有竞争力 那让他们能够让职场的好朋友们 能够看到世心的学生 就是价廉物美方便又安全 这个就是他不会很在乎 说一开始就要很高的酬劳 但是呢 他是一个工作非常卖力 尤其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非常期待的是我们的学生 能够因为这么一个就业博览会 而很快的找到工作 然后呢 在职场上能够发挥他的长处 或者是让他能够很顺利的 在步步高升 然后出人头地 校园真才博览会现场 也吸引许多世心学生 前来了解职场动向 希望毕业及就业 能够顺利找到喜欢的工作 我是大四树莓系 然后我是来 今天来看这个真才博览会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们要毕业了 所以来这个博览会可以比较了解 因为毕竟在学校就只是做学校的东西 在这边的话就是可以了解到企业真的在干嘛 然后可以比较清楚 自己想要的职位啊 或者是其他的或许有相关类型的 就是可以去多了解这样 因为我是树莓系嘛 所以一定就是想做广告设计啊 或者是数位动画啊这类型的 首先我觉得来这边参加的话 可以就是直接认识到很多公司 然后就直接可以去跟公司聊说 我自己适不适合那个工作或职缺这样 中家宽评资深经理徐巧妮也受邀参加 并以试心校友身份分享自身工作经历 中家宽评也大局进行真才 并开出新闻记者门市专员 网络工程师等多项职缺 欢迎试心毕业生加入优质的企业团队 我想中家宽评每年都会配合试心 来进行一个校园争才的博览会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主题是职求对决 所以我们在现场去开出很多的职缺 也要跟同学来面对面的职求对决 包含了新闻记者采访记者等等 当然我们还有门市专员还有网络工程师 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试心的学弟妹 试心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中家的行列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试心毕业的学生 在媒体业界其实就是一个人才的保证 那包含了现在进步的AI科技 还有一些产业科技的一个进步 这试心其实相关的设备都有跟上脚步 我们希望可以征求更多的试心人才 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加入我们有线电视的行列 那么今年中家也会推出 有线电视第一个AI主播 希望这也是一个亮点 吸引更多的学弟妹可以加入我们 透过举办校园争才博览会 试心大学希望应届毕业生能够立即就业 并提供在校生多元了解产业的管道 增加就业媒合机会 达到产学双赢的最佳成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依据卫福部民国111年 十大死因统计 心脏疾病高居全国第二名 研究显示 因突发性心率不整 导致心跳停止的个案 若能在一分钟内施予电击 急救成功率可高达90% 四分钟内协助停止心跳的患者 实施CPR 八分钟内执行AED电击 患者存活率也有望提高60%到75% 所谓AED 就是我们讲说体外自动除占器 就是针对于一个突发性的心率不整 那我们要用体外的一个除占器来把它 等于说电击 大家这样讲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利用电击的方式 让心脏重新产生规律的跳动 那这个当然是非常紧急的一件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在心率不整的当下 心脏没有办法有效的输出血液 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那只要超过五分钟 脑部的缺氧就已经开始形成 之后就很难救回来 所以一般来说要急救这种 突发性的心率不整 它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大概简单说 一分钟内如果是有电击的话 急救存活率是有九成 那四分钟之内可以赶快CPR 八分钟内有电击的话 存活率也有60到75这么高 所以这个是非常抢时间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代表市政府卫生局 希望说在很多的公共场所里面 都设置有这样子的AED 台北市卫生局积极推广设置AED 并辅导设置场所 通过安心场所认证 截至113年3月31日 全市共设置2519台AED 设置AED的场所1867处 普及率达每10万人口100.34台 远高于全国普及率 每10万人口61.13台 那广设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你广设以后要 大家要会用 所以要办理这个教育训练 那我们从109年到112年 已经办了AED的管理员训练 56个场次 然后总计有超过2500人参训 那我们除了这些AED的管理员 我们也会提供 每年持续提供市民的一个急救训练 那也许大家有看到的新闻 就是最近的全中运 有一位小朋友在跆拳道当中忽然倒地 那这个可以研判 大概可能当时发生的 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心律不证 然后在场的急救团队 立刻帮他做了急救 那也有使用这个AED 那立刻救回来以后 送到后来送到医院去以后 他就恢复清醒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突发意外的当下 有立刻可以做一些 很适当的急救 然后可以大大的增加这个存活率 卫生局呼吁各企业团体 共享盛举 协助部件更多的AED设备 并加入安心场所认证 同时也希望民众都能学会 CPR及AED操作技能 打造尊重生命 且安心友善的环境 记者引起会台北报导 开卖仪式台铁副总朱来顺 亲自为唐重胜吃排骨 并介绍便当的丰富菜色 除了卤得入味的排骨 还有超下饭的豆汁 酸菜酱瓜 日光剧团与台铁公司 推出联名便当 靠得住创世纪 开卖首日更限量推出 超稀有的钢盒款 富科60年代的经典美味 我们这里有几个特别的地方 要跟各位说明 这红色的 叫做豆鸡 以前才有 现在没有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酱瓜 这个也是60年代 特别有的产品 那其他像那个 我们这个酸菜 这个是现在是有的 所以各位 这种菜色 在目前 是没有 没有上市的 只有今天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 靠得住 创世纪便当 创世纪便当 今天才推出这个便当 甚至我要跟各位 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 刚刚 很多人跟我问一件事情 我今天来特别再说明一下 这个黄色的萝卜 制物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改善了 我们现在用姜黄 去把它染成黄色 这个 其实 在台铁的菜色 60年代是 很多人很喜欢的 还有 哈姆 这些东西 是我们这次 为了配合这个活动 所特别推出来的一个便当 小时候因为家境嘛 家贫不能常得 所以 其实坐火车的时候 我都会希望能够吃到 台铁的便当 但老实说 那时候因为爸爸 在这个经济上 比较不允许 我大概坐十次平快车 就十次火车 大概 了不起能吃到两次吧 对 然后吃到两次 我刚刚有分享 就是说 在面对一整个便当 排骨便当 满满的菜肉饭的状态当中 我都会把 整块排骨留到最后 对 留到最后 所有的饭跟菜 全部刻光了之后 然后慢慢的去 品尝那一片排骨 然后我会把排骨咬到 剩下最后那个骨头 蹭得很干净 蹭得很干净 对 然后我对台铁的便当 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竹片 那个竹片是这样组合的 然后有时候 你拿得不好的话 吃完了之后 它的竹片还会往内凹 不像现在我们做的 都非常的牢靠这样 然后小时候 还有经历过铁盒便当 那几乎是 我大概人生只吃过一次吧 就铁盒便当 那时候是非常贵 那时候高档式的享受 而且还有在火车上 还有泡茶服务 所以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那个泡茶服务 那个你们来 这次来看戏里面会 真实景重现 绿光舞台剧 压介菜鸟警察 VS老爬手 改编自段彩华大师 文学小说 故事描述一段 平快火车的压介之旅 场景高度还原 60年代老台铁风华 饰演老爬手的唐重胜说 为了上同心训练班 他曾多次乘坐 长途火车南来北望 火车对他来说就像是通往游乐场的接驳车 对于台铁便当也相当有感触 因为从小为什么叫幸福跟温暖 通往幸福跟温暖 因为小时候我家住台南 阿嬷家住在高雄 阿嬷最疼孙 所以我只要坐上火车去高雄 到阿嬷家就有好吃的 好玩的 好拿的 果然是梦想跟温暖 对 是幸福跟温暖 为什么说通往梦想 是因为我小学六年级 就立志要当演员 我那时候从台南就报名台北的演员训练班 演员训练班的班导师是 魏子云大哥 当年的八点党的大侠 还有傅雷大哥 那两位是我们的这个组 等于是班主任这样 我有半年的时间 礼拜三早上 我爸爸带我坐火车 带我坐火车到台北 就是坐这个平快车 那个时候就是坐平快车 八个小时 到了台北之后 在万华那边的这个西原路二段 上课 上完七点半到九点半表演课 同心训练班 下课以后再回到台北车站 等11点58分 最后一班 夜平快 然后再扣扣扣到台南是6点23分 哇都还记得那么清楚 然后我爸爸骑摩托车 载我回家洗个澡 再去学校上课 礼拜四的清晨 对每个礼拜三都要来台北上课 为了那两个钟头的课 然后这样子持续了半年 所以我对火车有这个一种 很特别的一种感觉 那小时候为了圆梦嘛 所以我才会坐火车 那这个时间一长就觉得 铁道啊火车 尤其是小时候因为穷 都只坐这个 这个平快车是不用对号 上去有位置就坐那种 压介菜鸟警察VS老扒手舞台剧 5月17号起 将在台北台中高雄巡回演出 限定版靠得住创世纪木盒便当 即日起至5月18日开卖 每日限量400个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好运2U专车 8000元乘车补助 让孕妇便利又安心 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宝贝的到来 私幼补助再生级 提供孩子专业又温暖的成长环境 乐生助养 祝您好运 照顾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医生 但不是你常见的那种医生 我的治疗对象 是整个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顾城市污水管线 汉武的伙伴们365天 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着 在主人引导下狗狗开心在草皮上奔跑 还有的毛小孩太过舒服 直接在地上不想起来 这是基隆市政府设置的首座宠物公园 就会在软软运动公园内9号正式起用 基隆第一次有宠物公园 蛮开心的 你刚刚看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 有啊 你看他都翻肚了 你看他都翻肚了 在外面其实有时候人会伤动物嘛 那动物也有时候不小心伤人 可是这里应该都是充满了爱 狗狗在草地上奔跑啊 本来就对他们的膝关节很 比较好啊 所以而且让他们多多跑步 也是对狗身体很好的一件事 可以让他们放电多多发泄 市主们迫不及待 带着毛小孩进入园区 仔细看首座的宠物公园 设有大狗区和小狗区 里面还有互动设备 让市主们相当开心 3 2 1 请起动 首座的宠物公园 启动仪式上 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 及动保团体爱狗人士 共同开箱体验 基隆是第一座的宠物公园 那设置里也非常的完善 那我们未来希望有第二座 第三座都要开始来规划进行 那议员过去来给我们很好一些 地点上的建议 所以我们也会评估这些地点 那另外除了 室外的以外 某一些室内的空间我们也会考虑 所以室外室内兼具 从孩子到毛小孩 其实都是我们未来要推动市政的重点 总之对于毛小孩 我们会看待它像孩子一样 然后打造好的空间 市长这是基隆市宠物权益 动物权益的非常大的进步指标 那我们一个先进城市 现在毛小孩毛家庭毛市民都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第一座宠物公园 我想建置在暖暖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点 当然还有第一次嘛 所以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间 比如说我们的家长也需要有一个这个 阳光遮蔽的一个休息区 我想慢慢来 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这个各区 包含这个八斗子 碧沙鱼港 还是我们中正公园 甚至这个外幕山 都有这个宠物公园的设置 那大狗区小狗区 我想我们可以继续来努力 基隆手作宠公园完工启用 出席典礼的议员们 除了继续争取 其他区设置宠物公园之外 也对于市政府提出了建议 上次上礼拜来开箱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邮具上面 其实略显大概比较单调 那其实很多毛妈们也希望说 可以在邮局上面可以来做一个争设 这时候后面我们会来建议市政府的 那刚才其实现场 我们来到现场之后 有很多这个毛爸妈妈们 也是有在反映说 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 算是相当空旷 然后可以让狗狗奔跑得很开心 但是它没有一个让市主 有一个可以遮养的地方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之后会建议 这个我们谈发处 跟我们体育场的同仁 看有没有机会来设置一个检疫的休息区 我想非常开心 我们千呼万叛的这个动物草木公园 终于在基隆寺第一座的落成 那当然第一次来完成的这件事情 我想在我们看到的 当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好比说 在这个遮阴遮凉的部分 好我想这个 我们政府还要再加点油 再用点芯 看旁边是要再种一些绿色的植物 大树 然后可以遮阴 或者是在做一些的可以遮雨 或者是遮太阳的地方 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努力的 当然我们 充物公园尤其是这个狗狗的公园 它的规模跟空间其实相对来说 在大台北地区来说 还是属于比较袖真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在我们暖暖之外 我们在基隆的其他的区域 包含我们的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第二期 也希望能够有我们更多的这样子的宠物公园 让我们其实 宠物公园的功能其实相当的重要 他就是在有养狗狗的人都知道 狗狗其实是需要空间去奔跑去玩耍 那这也是他的先行 他先行就是需要这些空间来去让他们 这个跑跑跳跳 也要请市政府能够定期的除草跟消毒 以确保宠物的健康跟安全 然后第三也要请市主彼此约束自己的毛小孩 然后不要让他们发生危险 然后随手把他们的排泄物能够顺利带走 那第四个就是说建议市政府 能够在宠物公园附近 然后弄一些遮阴的地方 让我们市主能够带毛小孩来的时候 能够适度的休息 对很多市主来说 宠物就像家人 基隆市政府打造友善的宠物环境 让他们得到完整的照顾 记者 黄少民基隆报导 等不及了 看到这么棒的一个小绿空间 好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正前方的镜头 正前方 来 暖暖宠物公园正式启用 针对天外天缝化炉 日前发生黑狗 遭到垃圾车 碾过事件 市长谢国良说 第一时间就掌握讯息 相当遗憾 针对这些驾驶的说法 警方还要做后续的认定 那当然我们发生这些事情 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所以我们的立场就是要把真相找出来 我们现在也不想说 这些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那在撞击后 到底有没有遗弃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希望 透过警方的调查 我从前天晚上就跟警方不断的通电话 他们也在第一时间就进入天外天 来保全证据 我想我们的做法很清楚 就是先把真相厘清 真相厘清后 才能做后续的一个处置 市长谢国良强调 全案已经交给地检署侦办 希望类似事件不要再发生 记者黄绍铭记忆报道 在原住民传统舞蹈的开场下 市府民政处举办了一场原住民族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颁奖表扬11位不同地区的原住民模范母亲们 市长谢国良 民政处长张元祥 跟原住民议员陈明健 都到场献上祝福 来后 这个真的很开心看到这么多伟大的妈妈们 在原住民的家庭 这个非常的辛苦 非常认真地要打平 但是你们的家里非常的幸福美满 是因为你们的大力付出 小孩爸爸跟这一起勾 谢谢妈妈们 谢谢 台湾市长讲的一样 妈妈非常的伟大 尤其我们原住民最早来我们基隆的时候 我们先生大多次从事远洋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所以小孩子家庭几乎都是母再父子的来养育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你是一直到今天 所以妈妈们 你们辛苦了 市府表示 判借此活动来感谢为家庭付出的原住民模范母亲 现场的气氛温馨 也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感恩母爱伟大中山区公所特地办理113年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总共25位模范母亲 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以及议员宋伟丽 师伟正郭美秀张炳君陈明健 和立委林沛祥秘书佟 佟义军 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盛慧中 和中山区长徐亚文 以及旅长们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新母院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动 我家有三个 我太太 我最近对她都讲话特别温柔 讲话特别小声 因为刚才母亲节很辛苦 还有她的妈妈 就我的月 小爱以前都给她顾 还有我的妈妈 尤其我爸爸不在 特别跟我妈妈想要多花很多时间 那所以非常谢谢各位妈妈 这个日子是属于你的 我们永远敬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大家伟大的妈妈的照顾 很长大 不论多辛苦 很幸福 那么每个孩子 照顾也非常好 所以用这个机会 这两次是一位 也谢谢我们每一位 伟大的妈妈 你们都最快乐的 祝大家 祝你最快乐 机动市中山区113年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通明里民活动中心举行 机动市长谢国良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委 以及议员宋伟丽 师委镇郭美秀 张炳君 陈明健 和立委林沛祥秘书 佟义娟 市政府社会处副处长 盛慧忠 以及中山区长 徐雅文和里长们 祝贺也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3 2 1 请点灯 哇 大家看到没有 这暖白色温暖的灯光 由吉隆市政府和企业 公司协力 任养后车亭的计划中 引起许多游客关注的 可能就是这个 镇冰渔港彩色屋 附近的和平桥头后车亭 打造成美式复古风 游客认为绝对是一个会爆红的 基隆最美后车亭 我会想来 我是特地来的 真的吗 没有 感觉怎么样 你觉得 我觉得很漂亮啊 很复古风 美式 美式复古风 对 大家这么说对不对 而且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蛮有名的 对啊 在这边拍完 然后在这边拍 哦 是这样哦 你们厉害厉害厉害 所以是特地来的 特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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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冰温算是 全台湾最美的战牌 目前 目前 这蛮特别的 对 目前要像我一直叫这个 对不对 对 画面上可以看到 在晚上的这座美式风格后车亭 像是夜里的一盏明灯 温暖的色调 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 据了解 最美的拍照点在公车亭对面 可以把后车亭跟彩色屋一起同框 拍起来更美 刚刚有没有什么最佳的角度 可以推荐一下 就要到对面拍 正面这边拍起来跟对面拍起来会不一样吗 正面我觉得拍起来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对 就是整个进去感觉比较好 人要站后面一点 人要站 人要站后面一点 后面一点 因为这样灯会打下来比较干净 站在前面脸太黑了 很多游客都会拍照打卡留念 显示吸引力十足 游客说这样的后车亭改造 让基隆变得更漂亮 而且非常友善通勤族 跟游客 值得肯定与鼓励 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然后轻轻 轻轻轻轻轻轻 这样啊 比较好看 比较好看 也有叶子也有叶子 你看看 我是在台北 然后到这里 这样管 我本来是要看这个 但是看这个也是很漂亮 所以我也要拍照一下 企业形象 我觉得也就是ESG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永续的一种手段 虽然它不直接去减碳 可是各位知道 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环境在这里的话 我会看这个风景 因为有水 因为有港 内港 所以它的倒影跟反射呢 我觉得比高雄更美 那我也期待说 游客来这边 不只是为了打卡做 跟彩帅后拍照 而是能体会 西洋市政府 在企业合作这一块 其实真的下了一份很大的心理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正兵营港可以越来越好 西洋市政府公司协力 美化润养后车亭 这个亮点计划 一波接一波 像是海洋广场对面的 城隍庙后车亭 以及意义路上 元大银行润养的后车亭 都让美丽的 山海市容景致再加分 展现港督新风貌 同时也提高了通勤友善度 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也变得比较好看 这样子 那以前的时候 大概是什么感觉 就脏脏的 那现在呢 现在就干净了 然后有点现代感 对啊 有不一样啊 以前是 就是木头椅啊 啊 现代感觉呢 对 还算不错 我不是在这里 我是在那边坐着而已 那你在这里休息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这样看起来漂亮亮的 可以啦 蛮漂亮的 这样一来 可以让基隆多出许多热门的打卡地点 自然就可以成为旅游的特色亮点 达到吸引旅客来基隆观光消费的诱因 后生平 站站 站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台北市好运2U专车 8000元乘车补助 让孕妇便利又安心 生育奖励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宝贝的到来 私有补助再升级 提供孩子专业又温暖的成长环境 乐生 助养 祝您好运 照顾加倍 幸福台北 我是医生 但不是你常见的那种医生 我的治疗对象 是整个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顾城市污水管线 和我的伙伴们365天 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着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变 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制 守护行人安全 机车退出骑楼 畅通人行道 加强执法 路口不停让行人扩大取缔 一起努力 让台北市路口风景更美丽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行 出门绿交通 你我都轻松 每天骑趟单车 每月减碳5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车 每月减碳8公斤 我都轻松的